报中国篮协有意规划球员 篮球评论员杨毅在个人播客节目中谈到 中国篮协已经认真开始考虑规划球员 包括人选 目前已经在向更高层去报批了 同时他也谈到了个人看法 有开头 是好事 杨毅 篮协已经认真考虑启动规划球员 已经由新任体育总局局长进行上报 多长时间不好说 篮球称理共识 包括领导 规划球员必须有 杜丰知道 在采访时 也谈到亚洲很多国家都有规划 近日 篮球名嘴洋溢 在国内某档篮球电台 节目谈到欧洲杯上各支球队规划问题 反思中国男篮 世界篮坛竟旅 除美国 塞尔维亚 斯洛文尼亚和立陶外男篮没使用规划 基本都有美国规划球员 提议中国男篮合理利用规则 不用太吃亏 中国女篮写真出炉 日本女篮12人大名单确定 被占女篮世界杯 中国女篮赴海外拉链 女篮主教练郑威 中国女篮队长杨立韦 中国女篮队员李孟 队员代表黄思静 杨树瑜等合影 目前 从大合照上看共有17人 含蓄里月汝 虽已在 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 与中国女篮会合 此次为合影 2022女篮世界杯 在9月22日澳大利亚举办 中国女篮和比利时 波黑 波多黎各 美国同组 与此同时 日本女篮12人大名单已出炉 杜家福莱梦 山本麻衣 公泽西贵 高田珍惜入选